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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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我们来到9月1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今早有海基展选 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 温杰比比,为大家分析视频 解答投资问题,早晨比比 早晨,大家早晨,精神 是,马上精神了 我希望港股也快点精神 这个坏了 待会和我们说一下为什么 美国通胀数据 应该今晚会出路 道指星期二有好担持 纳资跌了百分之一 恒指夜期升了60点,高速了130点 待会和我们说一下 如何看待外围 未来的变动 以至港股的走势 大家知道什么个别股票烟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6133819 或许我们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美国今晚公布CPI数据 市场官网油价上升 对通胀的影响 美股也反复偏远 道指曾跌大约100点 最后到道升188点 收市跌17点 报34645点 标指跌25点 报4461点 纳资跌144点 报13773点 远见公司夹骨 文业绩欠佳 股价急写3 麦加上苹果公布生产品之后 仍然挨沽 都拖低微股表现 而美汇指数回升到104.9的水平 美债息就继续受制于4.3厘关口 焦点美股方面 苹果新一代产品揭中后 股价最多跌超过2% 收市跌1.7%至176.3美元 Tesla星期一急升一成后 星期二回吐回大约2% 微软跌1.8% 就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Meta跌近2% 看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ADR自宣布323.33 比本港收市价高0.4% 阿里和美团升0.1%至0.3% 百度比港股跌1% 网易和京东也偏远 汇控ADR比本港收市升超过2% 自宣布59.33 港交所未升0.2% 比亚迪升0.8% 先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看看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价 其中日本市跌了2点 日境平均指数32,773点 至于南韩股市升幅 大约0.3%左右 澳洲股市向下 其中澳洲市跌了0.5%左右 新西兰市跌幅大约0.2%左右 至于导致期货 看到变动不算很大 我们先和比比谈谈外围的情况 好 大家看着 美国今晚会公布8月份的CPI 经济师有预测 按年升幅由7月份3.2% 会加快到3.6% 核心CPI的升幅 会放慢到4.3% 另外可以称一称市场 有一个最新的美金 9月份的调查 现在只有2成一个受访基金经理 就认为 美国会出现经济硬着陆 不过如果指望未来12个月 经济转弱的比率 就增加到5.3% 多了人觉得经济都会转弱 只不过不会硬着陆 有6成的受访者 相信联储局已经结束加息的赖 这个预期比起8月份和7月份 都明显提升了 你以后怎么看 我们如何去拿捏 因为CPI的数据 都是其中一个因素 会判断加息的政策 是否真的联储局 有机会已经结束加息呢? 好,出场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回到今晚的预测 市场预计通胀会回升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油价 油价也升得不少 你看到香港的油股 不算昨天 也做得挺好 一会儿都会问你油股 不用怕 第二就是 其实机票方面 都预计到在下季时间 会有一个上升 所以两个因素之下 应该通胀数据 会回升得比较多 我看到市场来说 3.5也有 3.7也有 平均大于3.6 所以3.6 我想虽然比上个月来算 回升得比较多 但这个就是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所以究竟数据高于3.6 还是低于3.6 会是其中一个重点 第二大家知道 其实油价很波动 我们通常看核心通胀 就撇除油价食品 这个数字 大家预期由4.7 下到4.3 所以相对于普通通胀 就是我们Headline inflation 来计算核心通胀会更加重要 但我讲个秘密给大家听 是 什么秘密 其实鲍威尔说过 应该第一件事就是 联储局就不太看CPI 其实是看PCE 不过大家会觉得 两个指数 其实走方向都很接近 而公布的时间 就是月中CPI 月尾PCE 那作为一个炒作投资市场的人来说 我当然越快支就越好 所以就变成 在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我就看了一个月中CPI 就先炒定 但是联储局是看这个PCE 但是它很快的 它都说得明白了 如果大家看CPI的话 应该看什么CPI呢? 它给了一个挺深的一个字眼 就叫Core Service CPI Non Shelter 就是说这个核心服务业的通胀扣除住屋 那这个它觉得就是 最能够反映实质 一般美国投资者在一个感受通胀压力 所以这个数字呢 就要一些经济学家帮我们计算一计 到时看回通胀情况 究竟是什么情况 好了 讲结论了 结论就是 我们倾向今个月 即今个月十九二十五 就是维持息率不变 太高了 但是重点不是加不加息 应该不加了 如果加就很麻烦了 好了 但是它不加之外 大家要留意两个事情 第一 逢三六九十二 就会有点阵图 可以预测到究竟 在今年如下时间 会不会再加息 甚至乎就是 在下年的时间 几时减息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关于最新的经济预测 和通罪预测 那这些数字呢 才是重要 因为虽然我们的 基本情况之下呢 都是憧憬 希望期盼 就是七月份呢 已经加完息 但是你看回一些 譬如Fatfront Watch的数字 在九月份呢 基本上就 九成的机会是不加的了 但是十一月或者十二月 再加息的机会呢 都有三四成的 不能够说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 就是七月加完息 九月应该不加 但是不是已经 完了整个加息周期呢 不知道 因为说十一月呢 太远了 快到我生日了 我生日十二十二 就是太远的事 就很多变动了 所以只能够说 就是暂时就不解释 好了 那回到美股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 八月份美股有些波动的 主要来说 大家之前对Soft Lending 看得太重了 Over了 就是觉得 息就加完 因为如果大家 先说一些广告 一句而已 为什么广告7月31日 会见到20361呢 因为7月24日公布政治局会议 7月26日就是联储局的议息 大家的憧憬不再加息 所以就是在7月份 尾段来说 大家觉得 美国经济又OK 又不用加息 这个软着陆的情况 炒作得太多 那我见到八月有些回肚 最近就有些回升 暂时第三季呢 我想美股都是会反法覆覆为主 但我们对第四季呢 会比较乐观些 因为第一 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会清楚见到 究竟最多 就是加上11月 那加息休期 就应该结束了 整个科幅的政策 会很明确 第二 我们预计第三季 第四季呢 美股的盈利会有一个pick up 所以相对上第三季 大家捱都捱了 都九月中了 九月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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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这么快呢 快要生日了 还有两个多月 很快的了 说一说就到了 我来多两次就到了 所以就是 九月第三季 都会有些波动 我们冲击第四季 做好一点 这就是暂时我们对美股的判断 是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 经济又不差 利率又不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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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 但是港股又怎样呢 我们先总结一下港股上下表 然后就问一下 比比真是港股 你又怎样保住 昨天港股也是反复向下的 行指低开八十点 左段曾经跌了大约二百点 都会见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二点 其后一度转升几十点 行指收跌七十点 报一万八千零二十五点 成交额缩减到八百四十一亿 方指跌百分之零点五 报四千零六十三点 阿里巴巴跌近百分之二 马内房股就轮流炒 阮阳集团大胜八成二 容创就跌了超过百分之七 汽车股做好 比亚迪升近百分之三 小鹏升百分之一 中石油在随正日跌了近百分之五 我们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在前日大走资 昨天再录67亿三千万的淨流入 马字个股方面 资金主要是流入吸纳指数ETF 马营副基金录22亿六千万淨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 及至七亿一千万 上达生物都及至十一亿 淨流出方面 马中海油和腾讯分别走资二亿五千万 和一亿四千万 继续和比比谈谈谈 今次可以详细地再谈谈 正是经济数据 正是陆续公布 正是星期五就是三头马车 最主要是零售、股头、工业生态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如何判断港股的走势 究竟市场上总会有一股很悲观的程序 那些港股 港股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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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如何定义 有没有足够 我自己对短期不算太悲观 或者我抽离一点 我也是一个月才来一次 所以我就要讲回详细一点 其实我将近期的时间点 分为三个时间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 因为政治局会议聘经济 因为大家憧憬联署局是加元息 所以就令港股在7月31日 升到最高20361 好了 好消息出完之后 接着8月就未好过了 有很多坏消息 包括就是美国信贷评级被downgrade 内地的水灾 接着数到下去就是 一些经济数据不如预期 接着就是内房的问题 一些的叫做信托产品的问题 去到踩到最低 8月21日就是公布的LPR 我想大家当日做节目都听到 就是以为会减比较多 结果一年期就减10点 比预期少 五年期更加不减 那就将行刺踩到最后一脚 令到那星期一来的 一星期二就跌了低位之后 就开始看到趁低级了 那这个就是时间点B 好了 很多原因真的出现了 令到市下跌的 所以有些人说 啊 为什么这么无端端下跌 我觉得其实真的有些负面因素 嗯 好了 去到8月22日之后 为什么曾经有些回升呢 那的而且确我们看到 在中央方面 大家等了很久 在指纹楼梯响 听到高跟鞋 group 有些东西下来了 相對全面的 第一,對股息來說,又減了印花稅 一說減印花稅,究竟我們什麼時候減呢? 不是真的,說不說一說一說 你們業界有沒有給壓力? 我們給了很多,不是給壓力 我們給了一些的意見 提議 先不要講港股這邊,先講講內地 在股市方面,減了印花稅 在匯市方面,減了外幣的存風準備金率 在樓市方面,就認錢不認人 認防不認態 所以你看到其實幾方面都做了 甚至如果只是講樓市的措施來講 我坦白講的力度是比預期為大的 你記得兩三星期前有些官媒 雖然我經常都不明白,哪有這麼多官媒 官媒就說,我們沒有講防住不炒 你不要當不存在 我們的理解就是,防住不炒,因成施賊 即是說,不會有一些一刀切全國性的措施出台 那你不同的省,不同的地方政府 自己根據自己的情況 你有剛需的,就減少少價 你剛需也沒有,你再想辦法 即是這樣的情況 但結果你認防不認態 首置的金額下調 首置的利率下調 全量的貸款利率下調 其實是一刀切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去看的話 你要的政策,其實都給了一些 也都有部份的政策 力度是超過預期 再加上,你看回包括 就是剛剛這個月 即這個星期,公佈的出口數據 公佈的通脹數據 還有一些信貸增長 1.36萬億 其實是比預期好一點 那我就問大家 如果剛才所講 還有內放的問題 暫時沒有惡化 我們彈得很厲害 我們見到碧桂園 出到業績 你先不要煩 第二,還倒息 所以當你的經濟數據 都不是好 說真的 我不會特別幫他化妝 不是好 但起碼叫做 被預期回穩了 也都見到政策出簡 當然,政策出 不會一觸即就 要等一下 可能兩個月、三個月 才會見到 效果的數據出來 第三,就是 求神拜佛 內房不要再出問題 那暫時沒有了 那試彈是正常的 那這幾天 不是的 一萬八千五 也不太能守得到 又跌下來了 那 我想就這樣說 港股沒有力 就真的了 我說有些好消息 都不是馬上跟你說 兩萬、兩萬一的